在香港特区政府10月1日公布的2020年授勋名单中 近百名获得嘉许的人士为警务人员 获颁香港警察荣誉奖章的香港警察队员左级协会主席林志伟 近日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授勋的荣誉令警务人员与家人欣喜 获得政府和社会肯定的警队将更加团结 坚定地守护香港 令东方之珠重现光彩 林志伟表示 2019年6月起 香港被黑豹笼罩 警员及其家人饱受非法起底骚扰 承受着巨大压力 如今获得的这份荣誉不止属于他个人 更应归于所有警员及其家人 国安法通过之后 我们见到香港 见到楚光 这个时间得到这个奖 我相信得奖的同事 包括我自己本人 包括我的同事 除了自己的感觉高兴之外 我相信整个警队的同事都觉得是光荣的 今年的数字是比国安数字 警察得奖的数字是多的 这个也是简直令到同事觉得是我们的 我们在这件事件里面的付出 是得到特区政府 我相信也得到祖国的认同 作为2019年受邀到北京 参加国庆70周年庆祝活动的香港警队代表之一 林志伟表示 祖国对香港警队的优异表现给予了充分肯定 他称非法战中 旺角暴乱与修力风波相比 是小屋见大屋 经历修力风波的警队已浴火重生 警员的坚毅和团结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我们同事的坚毅程度是比一年多前更加不可同日而遇 再大胆地说 再有任何类似黑暴的情况出现 我们香港警队更加处于得心命受 更加会令到香港尽快回复灵症 随着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 三暴分子纷纷掩棘息鼓 警队也在处理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时 有法可依 林志伟警告不法分子 不要心存侥幸 企图动摇香港法治 破坏香港安全 这些阴谋轨迹不会得逞 这个国安法的成立 是肯定会对香港的长治久安 是一定的正面的影响的 令到一些守法市民 留在香港居住 更加是安心一点 我期待这个法例 说真的能够令到一些 包括在海外的人 包括在港内的人 不要全有幻想 试图透过不同的方法 令动摇到香港的法治 在消除黑豹后 林志伟更关心受社会事件荼毒的年轻人 林志伟认为 年轻人始终是香港的未来 应该通过警队用正面的形象 引导他们重回正轨 巩固守法意识 当市民看清黑豹真相后 对警队的依赖和信任 与日俱增 香港市民是当我们的警察是纲 当我们三万多个警察的纲 加在一起的话 就可以令到香港的市民 照片他们 令到他们的安全感 令到他们的温暖 重现在他们的生活里面 假如我们更加将我们自己本身的一点纲 令到 如果我们还要 还要严重其他支持香港政府 支持香港警察的市民 心里都要点光 都要点着的话 那就多了 有六七八万的光 整个香港真的可以重现以前 东方之珠的美貌